3月12日,香港保粮局李兆七青年绿洲在元朗举行动土仪式,项目落成后将成为香港最大的青年宿舍。 该项目计划为香港18至30岁和资格的在职青年提供1680个宿位,租金为市价的一半,总租期最多5年。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动土理事表示,退出青年宿舍计划是因为一些由非政府机构持有的土地具有一定发展潜力。 但基于不同原因未能做到递尽其用。 青年宿舍计划希望透过善有民间持有的土地资源,以优惠资金为年轻人提供时而不华的居住空间。 林郑月娥强调,除了青年宿舍计划,政府还推出了青年共享空间计划,希望借助社会力量帮助年轻人发展事业。 过去一年,特区政府在青年的三业、三政方面落实了多项的政策措施, 在提供优质教育,装备青年人创业、就业,以及协助青年人向上流动, 确阔视野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举例来说,我们推出了一个名为青年共享空间的计划, 概念其实与青年宿舍都很接近,就是通过动员社会的支持, 为青年人提供更加多的工作空间,协助他们拓展事业,实现理想。 香港地少人多,楼价高企,租屋问题困扰着不少市民。 香港特区政府自2011年开始推出青年宿舍计划, 目的是向刚投身社会,尚未站稳脚跟的年轻人, 提供低于市值租金的租住宿位, 让部分希望拥有自己居住及生活空间的在职青年, 把握时间实践理想,为日后发展做储蓄。 保粮局里召集青年绿洲是青年宿舍计划中最具规模的一项, 项目早前获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通过于14港元建筑费拨款申请, 运气将于2021年军工。